谭爷爷和花花即将要分开 基地回应暴露其中内幕 近日官方下场谭谭棉花互动减少一事 只因花花已经成年存在攻击性 安全起见谭爷爷要减少与她的接触 独立生活对花花来说无可避免 毕竟妹妹和叶早就不被允许近身投喂 难怪花花这几天总是魂不守舍 平日里不是和叶子打的闹闹就是玩滑坯 如今却喜欢独自坐在树上发呆 还一副骂骂咧咧的模样似乎是在抱怨看不到爷爷 谭爷爷深知宝贝孙女对自己的依赖有多强 于是总是在前台观察着姐妹俩 以前的她能拿着果果喂到孩子嘴边 可现在只能在远处用声音引导着花宝鸡找食物 而花花看向从天而降的小苹果也没有期待 因为花宝鸡实在太爱爷爷了 小家伙在其他饲养员面前是霸王花 唯独对谭爷爷是独一份的温柔 每当看到对方的到来花花总喜欢抱大腿撒娇 即便自己在吃果果也要扭头望着 花花还化身小助手主动陪谭爷爷打扫卫生 当谭爷爷拿着零食亲手投胃时 细心的花宝鸡生怕自己会伤害到对方 等到爷爷把手拿开后 他才肯小心翼翼的下口 前段时间老谭休假没能和孙女玩呢 看不到谭爷爷的花花气不打一出来 还朝着代班奶爸撒气 这小家伙气势逼人直接将对方吓得落荒而逃 正当花花躺在树上昏昏欲睡之时 竟看到提前回家的谭爷爷 宝贝瞬间清醒看向对方的眼神中满是爱意 还一个静贴贴诉说自己这几天的思念 花花一看就是从爱里长大的小孩 也是因为谭爷爷的用心照顾 才让宝贝孙女的小世界无比纯粹幸福 每当花花在上班期间睡懒觉时 谭爷爷会拿着一大盆果果钱来铲醒孩子 看到宝贝迟迟不动 还用手轻轻戳一下孩子的小脚丫 这相处状态像极了人类幼崽和家里的长辈 都知道花花从小就是个战武渣 谭爷爷为锻炼宝贝孙女还偷偷开设体育课 表面上是家恋实际却是为了给孩子吃小零食 即便小家伙偷懒不愿上课 他依旧投胃 谭爷爷看向花花的眼神同样饱含爱意 眉开眼笑的表情似乎是宝贝孙女的专属 难怪花花会这么喜欢自己的爷爷 花花总有一天要离开谭爷爷的庇护独立成长 这对他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概念 直到看见萌二对破破烂烂的良喜爱不释手 才明白原来大熊猫也有自己的阿贝贝 都知道二小子也有三件不知情的家伙 其貌不扬的小良喜绝对排在手里 萌二睡觉也要躺在上面 某次黄连奶爸忘记给好带儿铺床 气得他直接往地上一躺怎么都不肯去行军床 萌二起床后第一件事 就是将自己的阿贝贝叠成豆腐团 出太阳还要叼着小席子去木架上亮晒 这熟练的拍打姿势一看就没少干家务 这天萌二正抱着竹笋大块肚子 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妖功吹走小席 他立马撇下手里的美食 一个回首掏就按住心肩肩上的阿贝贝 而胖大海对胖大鱼同样爱不释手 一熊一鱼天下第一好 虽然胖大鱼缝缝补补又三年 从深蓝色变成浅蓝色满是岁月的痕迹 但胖大海依旧是怎么细鱼都不够 即便是吃饭也要胖大鱼陪 这小子在钓椅上干饭时 看到自己的阿贝贝还要身属互动 总感觉他将胖大鱼当成了自己的好朋友 而堂堂西之门三太子的阿贝贝 竟是一条毛巾 萌蓝这小子平日里霸气失足 可他一遇到阿贝贝就成了三岁小熊 不是抱着毛巾在吊篮里打滚 就是叼着对方去木架上晒干 还有出生在建党节的岛上 他的阿贝贝可是抗摔抗打的不锈钢盘 其他小熊爬树打包着竹笋这小牛却叼底板 走到哪都不能和盆盆分开 这天党生带着不锈钢盆去晒太阳 结果挠痒痒时一不小心将对方揣进水 吓得他一秒惊醒 赶忙去河里捞自己的阿贝贝 这难道就是铁饭了不够稳 就不怕生活过得无滋无味吗 而以美貌出圈的飞云连阿贝贝都可爱不好 又白又干净的小飞象像极了温柔治愈的萌妹 他总像母熊带崽般抱着对方 还学着记忆中妈妈的动作给玩具挺好 飞云和阿贝贝形影不离睡觉也要贴贴 宝贝枕着小飞象晒太阳的这一幕 是如此岁月静好 渝可的阿贝贝就不易把握 同没见过哪个小熊将亲妹妹当成玩具 这小家伙一言不合就太山鸭 还喜欢咬着妹妹的熊皮大衣 仿佛一刻也离不开自己无一无二的阿贝贝 只可惜地主家的傻儿子七宰家徒四比 不能跟着滚滚们凑热闹 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小熊的专属阿贝贝呢 看到福多多抱着玩偶思念妈妈 才明白孩子懂事得有多令人心疼 作为二一届产房的独生子 福多多原本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妈妈的宠爱和哥哥的陪伴 让小小年纪的他成为最幸福的小熊 可他七个月大时却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祈福和哥哥保心相继离世 不明所以的福多多还在四处寻找他们的身影 宝贝以为自己做错事惹妈妈生气 从前那个开朗自信的小家伙变得沉默敏感 独自一熊坐在小角落的他显得格外孤单 奶妈于心不忍便送来熊猫玩偶 从那以后福多多全身心投入到新伙伴身上 学着祈福妈妈从前的样子抱着娃娃 幸运的是福多多遇到了疼爱他的干妈 小家伙一开始还有些胆怯 他不敢靠近雅丽饿了也不会上前讨奶喝 生怕自己不懂事会惹来对方厌烦 即便是干妈的主动靠近人下福多多一条 细心的雅丽也察觉到孩子内向 便履行妈妈的责任坐在他身边暖心安慰着 他会手把手交多多爬上木甲 也在宝贝闺女遇到危险时第一时间出现 干妈按住转转以阻止孩子摔在地上 母女俩虽不是亲生但胜似亲生 当福多多爬树的时候 雅丽会在下面小心翼翼扶着 给了宝贝满满的安全感 小编的亲生孩子竟像是充话费送的 他真的在干女儿身上倾注了很多爱意 正因为干妈这份充满爱的力量 才让心思敏感的福多多越来越活泼好动 不仅主动玩院子里的风容 这个小淘气还经常偷吃干妈的窝窝头 福多多也很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母爱 当雅丽坐在门口等家餐时 小家伙没顾着自己玩呢 反而安静陪着妈妈还学会了主动撒娇 宝贝每次喝奶时都是一副乖巧模样 生怕自己乱动增加干妈的负担 难怪欺负会忍不住弱一下宝贝女儿的熊头 福多多看到干妈喂完奶劳胃的样子 也会充当对方的靠背 只为雅丽吃东西时能够舒服一些 如此听话的小熊真的令姨们心软软 等到孩子稍大一些又离开干妈再次远航 福多多来到谭爷爷的幼年班后 听到谭爷爷的呼喊福多多也会第一时间回应 撅着小屁股颠颠而回家的他 和这群挖眉导弹的同班同学形成鲜明对比 小家伙主打的就是一个不让爷爷操心 或许这位天使小熊的存在就是治愈整个世界 真希望福多多的往后熊生能永远幸福 这绝对是全网最废爷爷的大熊猫 看到谭爷爷一脸无奈的表情就知道 今天轮回又不打算下班了 身为小二班的班主任 谭爷爷每天都要监督这些小朋友按时上课下课 而轮回就是这群小朋友中最不听话的一个 每天不是赖床就是加班 总之就是不能按时按点跟着谭爷爷的指挥走 一天玻璃房的其他三个小伙伴都走了 就他和福多多还在赖床 谭爷爷进来也只能先叹口气 然后再一个个地抱出去 下课的时候 别的小朋友听到谭爷爷的声音都开始往回跑 只有轮回在院子里无动于衷 每次还都要挂在树上 等着谭爷爷拿盆盆奶把他请回家 有时连盆盆奶都没用 谭爷爷只能连哄待抱几个小时 嘴皮子都磨破了轮回才慢慢悠悠地走回家 他在树上的时候 谭爷爷一把年纪还要上述跟他谈条件 好不容易哄下来后 轮回跟在谭爷爷后面走一步停两步 期间还不忘和游客打招呼 谭爷爷爷只能在前面敲着小盆叹气 但凡遇到个水时 轮回又要进去洗个脚 磨磨蹭蹭就是不肯回家 有次脱膛把谭爷爷都整无语了 从树上哄下来后 轮回又跑到沟里玩 最后收了一个多小时 轮回才屁颠屁颠地跑回家 而轮回之所以这么拼 或许是倚仗着不凡的家世 不仅是国内著名手游家的公子 妈妈还是著名美女熊猫妹妹 也就是被误认成女熊的美兰的妹妹 爸爸是奥运家族的营迷 轮回出生后就认了野生救助的大熊猫招美做干妈 跟金霄是青梅竹马的好姐弟 两只小熊的出生日期只相差两天 因此生日通常都是一起过 然而金霄和轮回在一起 最爱干的事就是挖眉 韩爷爷要是看到这两只小黑熊 估计得气得血压飙升 不过两只小熊也有岁月静好的时刻 轮回时不时就爱躺在姐姐怀里撒娇 因为金霄是公行家的千金 所以轮回也被称为带刀室伍 从小轮回就格外照顾金霄 无论金霄和谁打架 他都会站出来帮金霄 是实打实的舔狗一美 从家世来看两熊倒也品配 就是不知道轮回这个手游家的小公子 到底能不能追上公行家的大小子 饲养员照顾大熊猫能有多卑微 奶爸表示比女朋友还蛮红 这天花莲奶爸正给萌萌刷牙 谁知过程中用于奖励的窝窝头 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结果花莲奶爸点起来又给萌萌吃 这下我们的洁皮影后当场不乐意了 直接甩脸走开莲牙都不刷了 留下一脸猛的奶爸无奈地愣在原地 后来奶爸为了给萌萌道歉 双手奉上一根超大竹笋和窝窝头 哄了半天萌萌就是不理 于是奶爸又把窝窝头拿起来又放下 生怕在吊地上惹萌萌生气 就这样好几次萌萌终于接受了奶爸的道歉 奶爸心想我实在是太难了 上班哄女熊下班哄女友 要说我们国宝的脾气有多大 别看现在的顶流女星花花和小伙伴们在一起时 都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小时候的花花脾气可一点都不小 当奶爸靠近仕途把她叫醒时 花花当即勿讨着奶爸狗叫 奶爸吓得顿时连连后退 奶妈赶紧抚摸小家伙让她消消气 就连远在韩国的福宝也有着哄不好的公主脾气 一次宋爷爷在忙没注意到福宝跟她的互斗 福宝就当场发脾气不吃竹子 宋世卫只好在线卑微求原谅 双手给我们小公主奉上新鲜的竹子 外教老师给熊猫宝宝上行为训练课室 也只能双膝跪地求熊猫宝宝听话 发姑奶爸被抢走指挥棒 试图讲道理后果断放弃 最后只好卑微进行友好的安判 不过能不能谈好也得看我们熊猫宝宝的心情 最后奶爸也只能无奈搓手 有的熊猫宝宝贪婪不回家 奶爸奶妈也只能哄着 即使冒着瓢泼大雨 也得亲自将我们的国宝请回家 熊猫漫月没吃东西噎着了 吓得奶爸赶紧很拍背 连海姆立克急救法都用手 肉眼可见奶爸的慌张 毕竟这可是国宝啊 喂熊猫宝宝喝奶食 奶爸奶妈们那才叫一个手忙脚乱 经常被好几只熊猫宝宝围攻 奶爸奶妈也只能无情推开 接着好吃好喝的供应 就连威震小二般的谭爷爷 面对不愿下班的花花 也只能不顾老妖亲自抱几块 二百斤的大胖孙女心态 面对娃美小分队时 谭爷爷虽然气得咬牙切齿 却欲言又止 心想这是国宝不能打 而看到小家伙爬上很高的树枝 饲养员收猫时 也只能在下面哭苦哀求 他们上的树太熄了 我也不该上去 真的想说 如果不小心惹到熊猫宝宝生气了 奶爸还要给熊猫宝宝卑微道歉 看来国宝不愧是国宝 打不得骂不得只能哄着 这应该是大熊猫淘淘一辈的信音 画面中这个被吓到无眼睛的熊猫宝宝就是淘淘 彼时他正在接受放归野外勤的例行检查 然而看到诡异的熊猫人后 淘淘不但用无眼睛来逃避现实 表情更是肉眼可见的惊恐和害怕 趁着熊猫人不注意 淘淘爬出箱子下得赶紧跑 奈何最后还是被抓了回来 没想到有一天竟会在一只熊猫的脸上看出任命的表情 但比淘淘受到心灵伤害更大的要属新小野 他从小被放归到野外 因为母亲的离世被迫终止野赔计划 工作人员接他回来时也穿上了诡异的熊猫服 当时新小野的表情简直跟见鬼没什么两样 被熊猫人放开后更是撒腿就跑完全不敢回头 要问野赔人员为什么必须要穿成这样 其实是吸取了熊猫想想野化失败的教训 为了排除一切人为干扰 接近淘淘的工作人员不仅要穿上熊猫服 还要在身上涂上熊猫粪便 让淘淘从小就完全不跟人类接触 以更好的适应野外环境 淘淘2010年在核桃坪基地出生 之后就和母亲草草一起参与野化培训 刚出生的淘淘不仅要跟着母亲学习在野外的生存技巧 还要在母亲出去觅食时练习爬树 并学会自己寻找食物和水源 在淘淘学会基本生存技能后 她和妈妈会被放到模拟野外的生存地台 在那里母子俩不仅要学会自己自己 还得随时警惕天敌的威胁 为了让淘淘学会规避天敌 饲养员也是操碎了心 因为真正的虎豹不能引入基地 工作人员就找来一个假的花豹模型 在上面涂上尿液制造出气味 模型体内还放置了声音设备 一旦淘淘经过就会发出花豹的叫声 淘淘被吓得一溜烟就爬上了大树 可见饲养员对她的野培还是很成功的 毕竟躲避天敌本身就是野生动物生存的必修课 就这样淘淘完成了所有野化培训的课程 在放归野外之前 饲养员不放心地叮嘱淘淘淘 2012年10月11日 淘淘在石棉县粒子瓶自然保护区顺利放归大自然 工作人员将通过电子项圈时刻关注她的生命体增 5年后长大的淘淘和工作人员再次见面时 已经跟当年的暴君胡子一样 成长为真正的丛林霸主 并打下了一块足属于自己的领域 淘淘的成功给了野培人员很大的服务 要知道野化培训一只大熊猫有多难 圈养大熊猫从小就过着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连睡觉都是在温暖舒适的婴儿床上 对于野外恶劣的生存环境很难适应 但熊猫本就不应该在狭窄的动物园度过余生 而是应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野外 真正的熊猫应该生活在它的自然栖息地里 在那个惊风雨见世面 在那里觅食 在那里寻找办理 在那里追求爱情 在那里生 在哪里死 这是对生命的人爱的一种理解 这或许就是放生熊猫的真正意